哈喽各位旧金山湾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博森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北美红星卫视TVHS1.9台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才智生活杂志 我是Franco 先介绍今天的嘉宾 一位年轻的有为的小朋友 土秘之小朋友 来Steven Lee跟大家问候一下 你好大家好 我现在是冰大过完 第三年现在要升第四年 我在学 这个我们留了待会再介绍 你把我话都讲完 我什么都不要讲 好 那今天的话题跟财经无关 今天我们最主要要给大家带来一个不同的话题 因为我知道坊间现在很多人为了花人父母 为了小朋友的这个教育花很多精神跟钱 那我为什么介绍Steven 他是少数我看到非常优秀 而且他不大补习的 也不大包装的 那我只是有一个不同的声音让大家知道 不包装 不补习 也可以有很好的这个背口 所以我们回到Steven身上 你现在可以讲话 我想要知道你现在是什么学校啦 那以前是什么你稍微介绍一下 好 所以我现在在读话工在宾大就U-Pe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对 这个是长春腾的对不对 对 然后刚读完第三年 现在要进第四年 然后我现在是就读话工 然后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很觉得很好玩 其实我们倒没有要focus他现在念什么 因为我现在要做的对比是他怎么进这个学校啦 他高中怎么过的啦 因为现在我知道有很多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but 我是从Parent的角度 因为现在我听说市面上有人说可以从大 June High School 第一年就可以开始 他这个补习班会教你要去take什么class 做什么outside activity 然后来写什么样的asset 然后他说我可以guarantee你上UC 我可以guarantee你上Ivy League 我可以guarantee你上什么 怎么办四万块包装 从这个高中就开始来教他怎么上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 这是第一次听过 第一次啊 对 那以前你那个年代是like what Chinese parent 会比较做什么 所以以前from what I heard All I heard was SAT Classes I didn't know about you know this pre-packaged application that a lot of students can have and pay for OK Wow the parent pay for it 对 OK 所以我知道 那我们先讲Steven background 所以我知道他是Saratoca High School 对 OK 然后他申请到U-Pen 对 然后你也参加一些课外活动 然后我知道最花最多时间的是一个曾经在这个乐队 BEN 对不对 你玩什么乐器 我是吹那个Saxophone OK 我特别讲你玩什么乐器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并不是刻意的为了申请大学而去参加乐队吧 对 哇 你知道我的意思 有些人是为了要申请大学参加 你有这样的同学吗 我这样的同学比较少 大家通常我们都是Middle School的时候都一起在乐队里 然后觉得这个很好玩 然后就到High School一直在继续参加下去 OK 所以我想Ivy Lee是大家这个所有华人父母 哇我觉得华人父母可能比小孩还要兴奋 如果他的小孩进了这个Ivy Lee的学校 学生搞不好自己还没那么excited 哇当然还是很大的reputation 所以U-Pen是这个Ivy Lee里面几个 跟我们大家讲你的比较能够量化的是你的SAT考多少分 我是考那个2320 2320分 对 你有没有去补习 我都没有去参加什么SAT class去补习 我只有补习的就是有一个English Tutor 要来帮我每一个礼拜一次 我们来多写一些练习写文章 所以是ASL方面 对 可是不是选择题那个部分 对不是 那好你不可能不念就2320 对对对 OK你怎么念 所以我念的就是 我觉得去 我就自己在家里补习 然后我就买一本书 然后又去就 常常一直每个礼拜做一次那个考试 我下个问题就帮父母亲问 请问你买什么书 你是不是特别的书 没有那些不是什么特别 很多都是我姐姐用过的 所以不是什么专门一本书 所以搞不好还outdated 对 哈哈 OK 所以你的point是什么 你自己念是ok的 可是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 你有没有 it sounds like 你有一些prine or very disciplined or how did you do it yeah so a lot of it just comes down to self motivation um and if you set up a schedule saying you know I'm busy during the weeks on the weekends every sunday I'll spend an hour writing the two essays getting some practice in maybe on saturday i'll do a few practice test one practice test or a few sections so 请问那个一个 practice set 大概花你多少时间 um a practice test is um pretty close to a real test so maybe four hours but 所以你的意思说 你一个weekend 平均 假设一个practice set 大概four hours 嗯 你意思说你大概花 four hours 在做这些练习题 差不多 四到可能五 这个远比去补习班来的时间 听起来少吧 补习班可能more than that 对啊 so how can you achieve 这个score um 补习班的很多是 你啊通常 像白天都需要去 去那个上课 然后可是课结束的时候 你就还是需要回家自己补习 所以在家里补习的时间 我猜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 可是你就需要多花一个 可能一个两个小时 每个礼拜去那个class 开费的时间也浪费 对啊 所以你的重点是说 如果自己能够读 其实自己读跟去补习班也差不多的 应该也差不多 因为你在家里要做的事情 啊那个补习也 跟如果有SET class 差不多 可是爸爸会想 我怎么觉得我小孩不会好好去读啊 我把它丢给老师 老师会逼他 is that true 可能 这个方法可能有效 可是你也不知道你那个孩子 会不会留在那个课 他可能会 你在的时候再走进去 然后你一走的时候 就赶快跑出去 要听小孩子讲的真话 你带他去的时候 他乖乖坐在那边 等到你一走 他就溜到下面吃东南去了 对不对 可以啊 这是最真实的话 对不对 所以SET 2320 然后你有课外活动 那听起来我不觉得有太多问题 可是我听起来 现在的学生包的非常的严重 他要参加很多Volunteer 很多 你有参加any kind of volunteer 的活动吗 有 有 所以我参加的Volunteer 的活动 就是一个叫Wisdom Cultural Camp 然后就是个Chinese Cultural Camp 作为教育学生和中学生的学生 这个是一件事 我老大姐曾经做过 而且她也很开心 所以我也想做这一件事 他讲的有点太简单 我待会把它挖出来 不过我们现在这段时间要到 我们必须要结束 近段工商资讯 我们马上回来 谢谢您 复制一小时的DVD 只要三分钟 一机可以同时拷贝多片DVD 不用连接电脑 省时又省力 荣获加州教育局指定优良品牌 SmartCopy 1866-988-2679 天灾人祸不可预测 千金难买早知道 你有保够了吗 我是Farmers保险经纪Emily刘 坐在电视机前面的您 是否考虑过您现在的保险金额 真的够保护您心爱的家人 与您努力赚来的资产吗 让我用多年的保险经验与知识 为您提供三省服务 让您在保险上面可以省钱 省时跟省麻烦 请今天就致电510-366-2657 510-366-2657 又必胜全新第二代 何佳欢高画质卡拉OK机震撼上市了 何佳欢BM2000内建2TB硬碟 有32000多首歌曲 80%的原声原影歌曲 高画质1080的歌曲画面 以及HDMI的高清输出 给您唱得过瘾又开心 何佳欢高画质卡拉OK半场机 让您听歌 学歌 飙歌都开心 详情请洽北加州总代理 悠唱国际 11-866-988-2679 11-866-988-2679 买卖好学区豪宅 请找豪宅达人Jackson Tsai 专进旧经商豪华公寓 中半岛豪宅 Atherton Palo Alto Los Altos 南湾Cupertino Saratoga 东湾Fremont Mission 专业有效率拥有强大的律师及设计室内 咨询团队 成为您的房产经济是我的荣幸 买房卖房 我们推荐好学区 豪宅达人 蔡月轩 先生蔡 赞 请导咨询专线408-835-1918 408-835-1918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回来 今天讲的是说 如果你的小孩子不用补习的话 能不能够SAT也考好 也可不可以进这个长春城的名校呢 我们这边就有请嘉宾 Steven 因为他是一个我认识的一个例子 几乎没有补习 你刚刚讲说你在课外活动有参加这个CAMP 那by the way 是你自己要参加还是你父母要你参加的 这就是我自己想要参加的 我的刚说了我姐姐参加过了 然后她觉得这个很好玩 就是一个礼拜带小孩子 然后我觉得暑假真的没什么事 在没有真的在做什么事 所以why not 就试试看 然后这个也是我需要去申请的 然后申请完才能过 所以他们不是全部大家都 所以当允许都要申请的 对 OK 你把这个放到你的计划上面 for inter I mean for apply for the university 有放进去 有 OK 还有什么课外活动 有乐队啦 有这个Western Camp 的这个Culture Camp 对 还有什么 好 那也有一个就 是一个Leadership Forensic Science Camp 然后这就是高雄一个暑假的时候 我的有个Family Friend 她在参加 然后我的妈妈觉得我应该陪她去参加一下 然后你提到你妈妈是你妈妈要你参加的吗 我一直想挖到底是这个是什么意义来的 所以我妈妈觉得这个 因为我暑假也没有真的在休克 没有在做什么 所以不如参加这个不要整天留在家里 所以我去参加这个 然后我妈妈不是觉得这个要叫我去参加这个 是为了大学 为了大学 她都没有这样想过 是我自己想 哦 这个是一个活动我可以放上去 她也放到了你的申请的计划上面 还有别的吗 I didn't know 这样就差不多 那也没有很多啊 不是很多 OK 还有一点问题就是说 你有没有很多同学在高校的时候 他们暑假都去参加夏季 或者参加 I don't know AP Class 还是参加英文 参加数学或者SAT的prepare的这种东西 有 所以我暑假的时候很 比较流行的可以说就是 就是要修化学的那个隔一个暑假 前个暑假就要就Summer School读一下 所以进去开学的时候 你就比较懂要怎么做 可是我都没有这样做 因为我觉得暑假是要让我自己我的时间 不是要继续上课的时间 我重复讲一遍 你是不是说你有些朋友 他为了这个开学要学这个AP Chemical 所以他就事先在暑假稍微自己读 或者get help from tutor 你的观念 或者你父母亲也没有教你这样做 因为你觉得暑假是 your own time 对 你不想要再去搞那些东西了 对 所以你就参加一些volunteer这些 嗯 What if 你跟不上了 What if 你开学了跟不上化学 你有没有这样的 error bothers you 所以你 rather spend more time 你有这样的情况过吗 嗯 没有我觉得 因为他们虽然化学 chemistry physics 可能比较难 如果你都没有学过 可是学校不会动 那个pace不会太快 让你跟不上 所以如果你真的像第一天 就开始读书 然后复习 我觉得你应该就应该没问题 我问你一个 detail 问题 请问你high school的时候几点下课 high school通常一点半或三点看 OK 下课之后你有去参加band 嗯 对 到几点 有时候又参加到七八点 所以你就在那边玩band 没有念书哦 band玩就回家念书 或者 OK 你回家几点 回家全部弄完 准备好就可能九点吧 九点你才开始念书 差不多就这也不是每天 这也不是每天 然后也就是 如果你常常 天天有活动 那你有空的时候 就会去利用去读书 不要 啊 就多在那里没做什么 我的意思说你哪有时间 如果我刚刚没听错 你一点到三点 然后之后就ban 因为我知道你去 乐团是你很喜欢的 所以你告诉我 你会花了20分钟 每周 对 那是重的 可能比你念书的时间还多吗 所以这只是 只是冬季的季度 不是整个年纪 我明白 但是这只是很多 工作和时间纪念 OK 那之后你回家念书 你比较书的 规律的 每天看书的时间 是几点到几点 我好咯 啊 so i get home maybe around like 4 or 5 depending on what other activities i have OK and then sometimes i'll study maybe until like 11 or 12 but never much past that unless there's a major project or a paper due 所以 daily 差不多 5 6点到 10 11 something like that 除了吃饭以外 对 OK 那你从一个 你这个 I could say you are more like ABC right we so call American born Chinese 你是一个 typical American your parents is like me 是第一代移民 对不对 对 那你也有看到 很多同学 有同样的问题吗 你有没有什么 你的观察 这里面有什么 issue吗 你看到的 嗯 有没有 因为我刚刚讲 很多人现在就要补习 父母亲也叫他补习 你就是去补就对 从父母亲的角度说 well maybe 他没有像你 Steven这么优秀啊 我push他一下 他是better than 不push so I push他 所以what do you think 所以我小时候的 可能国小 就有一个 开始有一个tutor 然后一开始是补 英文还有数学 然后可能补 差不多三或四年级开始 然后过了两年的时候 数学我真的不太需要再补 可是英文 writing我就还一直每个礼拜 一个小时我们复习英文怎么 how to restructure your essays to deliver more impact 那也没有很多啊 一个礼 one hour per week 那也还好 ok 所以那我的point是说 你有没有看到其他人他 就是你的同学 因为我知道舌头跟哈也很优秀 有没有父母亲 就补这个补那个 不来不去不去 然后也叫他去乐团 也叫他去vorentire 然后 Tenshaw的小孩子 也不是那么的adjustable I mean 也不是很舒服 ok so around junior year when everyone's studying for SATs a lot of few of my friends had to go take SAT class and you know after school they would just rush off to the class and then maybe not get home until 8 or 9 so it's a lot of time commitment on their part and ok 让我答 那have you ever feel uncomfortable or 他们也在学 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学什么 我也想要去学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好奇心 或者不安全的感觉 no I mean to me it's a lot of just there's no real secret to the SATs just put in the time and effort to practice and prepare know what's expected on the test ok soy summarize 来讲还是自己要花时间读就对 对 你的point是说去跟不去都好 可是重点是自己读不读才是key就对 ok 时间很快 马上又在这一段要结束 我们进一段工厂资讯我来探访一下 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 新兴学子到底该寻求什么方样 让我们这个华人的移民的父母亲安心一点 不见得一定是要补习 马上回来 中程地产服务湾区十多年 William Chen Joyce Quo 有最好的地产及贷款服务 最具买房卖屋的丰富经验 最了解湾区的市场需求 William Chen Joyce Quo 以中程的服务态度 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为您争取到最好的价钱 让您买房卖屋都安心 为您免费提供房屋部价及市场分析 详情请致电 408 409 5688 408 409 5688 欢迎你有兴趣的人士加入我们的游戏园队 为您带来各式各样台湾地道的面包 糕点 其中包括了绿豆棚 凤梨酥 日式轻乳酪蛋糕及多款的台式面包 Meka Ho北坊的面包 每天早上8点半新鲜出炉 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器 让您吃得安心又健康 Meka Ho北坊还有提供各式各样的节庆蛋糕 针对您的要求 为您社区独具风格的蛋糕 Meka Ho北坊位于25 North New Peters Boulevard 永新超市内 订购电话408 935 8983 408 935 8983 infi.biz infi.biz yeah 老婆 你又在买股票了 老公 你有没有听过infi.biz 那是什么 在制服证券的网站 你可以找到各大银行新上市的CD 还有IPO新上市的债券 新上市的IPO的债券和CD 怎样 你再也不能说我只会炒股票了吧 不愧是我的好老婆还会分散投资风险呢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 Steven 我偷偷问你几件事 请问你申请的几个学校 然后几个学校收 好 所以我申请的UCL UC Berkeley UC LA San Diego 还有Davis 然后四个都收 所以四个都收 这四个其实对华人家长任何一个 他们应该都蛮高兴的 好 那Ivy I mean Upin当然收你啦 还有其他的Ivy League有收你吗 好 所以除了Upin以外 还有那个Cornell有收我 然后康乃尔大学 对 OK 还有就这两个 对 就这两个 只有 已经很多了 OK 讲话 我给你讲 我们华人父母亲 只要小朋友进任何一个Ivy 一个就好了 他已经很高兴了 OK 所以这个是你的 那这个申请过程是你自己填表吗 对 Asset自己准备吗 对 你的父母亲有没有找any help 所以我父母 爸妈就是有 还是有找一样的English 然后这个是不是专门SAT的 就他上课的时候 就可能会帮我review added essays 然后improve my writing 所以你讲的一直是Asset的方面 对 而不是准备Asset的方面 对 OK 所以你觉得你回头看到底是什么 make you outstanding 让这些Ivy League会选你 你觉得 回头看 好 So all you have to do is really just it sounds cliche but just be yourself find a passion find a hobby and pursue that make whatever is important to you come out in your essays when you're writing 你刚刚讲的 it sounds like a shit right did you say that cliché OK sorry 我把它讲成脏话 anyway 他的意思就是说老生常常谈 就是be yourself 嗯哼 那然后可是有很多 wow let's put this way 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等那种年轻人你有什么advice so my advice is you know try a lot of things so maybe maybe you don't like sports but you like you know drawing writing filming maybe you like something else try things and once you find something you do enjoy pursue that and if you're really passionate about it it's going to come out and whatever and how you talk about it 可是我爸妈说叫我不要画画啊 画画会饿死人 我爸妈叫我不要当filling啊 导演会饿死人 他说我爸妈会说你以为全天下有几个 George Lucas 全天下有几个这个这个李安导演啊 对不对 so what do you think so on the opposite end you could find something that's you know high paying a very stable job okay but what if your child is miserable for the next you know 30 40 years most of his or her adult working life that's really no way to live icy 所以你的point是说他maybe是平凡的人 可是他可能很快乐 嗯 他enjoy他做的事 嗯 所以这个是你给父母亲的advice 我们现在还是老中哦离不开 回来一些比较practical 如果你现在回头看这个junior I mean high school的这个这个 一年二年三年四年 what kind of advice you have to them 他们应该做什么准备 因为我知道申请学校大概在第三年 就差不多down right the fourth year只是等了嘛 对不对 ok 一二三要干什么 你跟我讲 high school第一年要干什么 会比较好 tale me ok so mine is i guess my advice is do focus on your studies but more importantly develop some good study habits because those will carry you beyond getting into high school beyond getting into college ok 不要只是为了准备大学在做那些事 有些你的心血要去发展 ok 二年级呢 well actually你有准备啊 你什么时候开始读sat的 so i started prepping for the sat maybe the summer before my junior year ok so nothing in sophomore year but that summer once a week starting slowly nothing too 你这样讲你大概才准备一年嘛 about one year 差不多 ok 我突然刚刚他在讲话 我突然想到 这个年轻人一直在跟我讲 be yourself 然后enjoy你的学的东西 可是我又一直回头问他 sat到底怎么准备 你会发现我跟你一样 老是很care学生的成绩 所以 the message steven要跟我们讲说 be yourself 然后learn a lot of things 我刚刚其实我讲可能他谦虚 没有讲太多 他花时间在ban上面 他的sat是自己准备的 然后他重点是 我刚刚问到 其实我刚刚 我觉得有个重点 就是他回家五点左右 他常常出了吃饭 他看书自己看到eleven 虽然他没有补习 并不代表他没念书 可是很多华人父母是觉得 送人去补习 可能就guarantee小孩会念书 你觉得呢 我觉得 那个 去训练 去学生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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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练 意思是说去补习 并不代表他会念书 对 你有看过 这种我们中文叫 阳凤英伟的小孩子 就是说 跟父母其实说我会念 然后转头就流走 你有没有这种 这种的 有 所以 我有一位朋友 不是在sat 但在ban 他 不太喜欢他 但他还会去 band 但他会 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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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流掉 就流掉 根本就不是真的想去 是他父母叫他去的 所以小孩子总有办法 你走开 他却有办法搞鬼 对不对 我刚刚还听你讲说 有一个很好笑 可能讲给你听听看 你说很fony 你有同学被禁止看 internet yeah tell me about it oh so one of my friends she even through all of high school she had limited internet connection so once every day she only had 30 minutes so 10 to 10 30 pm and before and after that time 可是父母亲没办法 他觉得小孩子在那上面玩 起来都不念书啊 所以他就禁止他啊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t so I think if you can't trust your child to you know get their work done then that's really what comes across when you limit their control them so much with something like an internet time 可是我控制了他 at least他念书啦 就是 控制好过不控制啊 right but 如果你control这个 internet 比如说internet 然后你觉得 如果他没有在上网 那他就一定在读书 那你可能就觉得 这真的不是 是 you saying 并不见得他真的在看书 是假的 对他可能 如果没有在internet 他可能在读 像自己看一本书 然后没有在做功课 其实你刚刚有跟我讲 有些这样被逼的小孩 once他到了大学 父母亲不在旁边 就没有人逼他了 and he lost she lost yeah so 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可是他就 他父母一直 叫他去上sat class 然后他就准备了好 然后他就到duke 第一年第二年他都 duke也不错啊 duke很好了 对可是他就不晓得他是 真的不太知道他想要做什么 然后可能到第三年才真的知道 他是要学什么 然后对什么有兴趣 OK 好 今天呢这个不大一样的嘉宾 是这个 从一个年轻人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我们 第一代移民 跟第一代移民的父母亲聊天 你很少去听你的小孩 我现在带一个别人的小孩 而且是成功的 所以你应该可以相信 所以希望这个对您未来呢 在跟你小孩相处之道 或者在挣扎 要不要带他去补习呢 对你有一些帮助 谢谢你Steven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今天晚上我们收看 谢谢 您现在收看的是 北美红星卫视TVHS1.9台